因为这个情况往往可能会出现在半夜 后半夜 这种情况可能跟我们晚上跟朋友出去吃饭呀 吃个火锅啊 或者喝点酒啊 那么这个症状一般出现就是在后半夜了 也是一个急诊常见的一个入院原因 那么怎么样在家里面进行一个急诊的处理呢 首先就是这个要避免一些不接饮食 这是从根源上来避免这个症状的出现 那么如果出现了 首先是我们家里面要备一些常用的一些止泻药 抗生素的选择我们建议还是要咨询专业的医生 我们不要自己盲目的去吃一些抗生素 因为它相应的副作用会比较多 那么常用的一些止泻药 比如吸附剂 蒙托尸散 这个是应用比较广 副作用也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个长辈子家庭用药 我们家里是要备一些的 另外一个如果出现腹泻次数比较多 半有呕吐 这个时候会有一些口干的症状 提示血容量不足 我建议我们喝一些糖盐水 就是你可以家里面加一些淡盐 放一些糖 糖盐水喝一些来补充电解质 那么症状如果还比较明显的时候 建议还是要到医院来就诊